40. 《工商時報》 目臨心擊敗CREAC大陸L.E.D.封藏三哥 2015年7月8日科技要問A.17里屬為市調單位 LetInside 公布2014年中國大陸L.E.D.封藏廠牌名 其中前十名廠商市佔率合計達45.6% 顯示市場集中化 假佔狀況明顯 前十名廠商中 入他化學 益光依然佔據前兩名 值得注意的是六廠目臨心則擊敗CREAC 激進中國大陸市場前三大 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 L.E.D.封藏廠商各族的主要市場 根據LetInside統計 去年大陸L.E.D.封藏市場規模達86億美元 年成長百分之十九 照明營市市場主要成長動力 隨著 商業照明及家用照明滲透率快速提升 持續帶動市場需求正向成長 至於背光應用方面 則因為中大尺寸背光取得技術提升 單位面積內使用的背光 L.E.D.數量減少 L.E.D.電視市場需求的增勢減緩 導致中大尺寸背光 L.E.D.市場需求下降 至於小尺寸背光部分 大陸手機品牌市佔率不斷提升 市場需求依然處於上升階段 而大陸L.E.D.封藏廠發揮在地優勢 指標大廠目臨心擊敗Cree 全升至第三名 2014年中國大陸L.E.D.封藏市場奪契洗牌仍持續進行 產業集中度逐步提升 外商在大陸市場的成長呈現增幅放緩趨勢 根據LetInside統計 國際廠商在大陸L.E.D.封藏市場總營收規模為23.5億美元 年成長百分之17 相較於2013年的百分之40年增幅 可看出國際廠商去年在大陸封將市場成長速度明顯放緩 LetInside持續看好大陸L.E.D.廠的成長潛力 2014年大陸廠商的年營收規模達54.9億美元 年成長百分之21 高於台灣與其他國際廠商 受益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新興市場的快速發展 大陸封裝廠商如目臨心 國昇 紅利 罪非和瑞峰等持續快速成長 營收年成長速度皆在百分之30以上 LetInside認為 技術 專利問題是大陸廠商進入歐美高端市場的主要瓶頸 若透過加強與國際廠商的合作後 將能有所突破 將是今年1月遂風 罪非光電先後與日本豐田合成簽署 並獲得豐田合成八光專利授權 預期往後將有更多大陸封裝廠商與國際廠商在技術 專利上進行合作 有利於拓展歐美高端市場 手並列在海外 瓶頓 onic想要從天下地到達 長沙洪 Lifane方面的電端遙調 京主要用二手提供 多少許密警員 不是辯論的 長沙洪